其實到屏東很多人去小琉球 就是為了要看海龜 很夯的旅遊行程 不少人為了近距離 觀賞會選擇浮潛 結果現在有潛水教練直擊 這名遊客在浮潛的時候 違法你用手去碰海龜 同伴當中有三個人 其實都是外國人 他已經把這次影片交給海巡單位 你知道嗎 這一碰不得了 這罰金最高可儲三十萬 潛水客跟在海龜旁邊 多次伸手觸摸 四個人當中有三人是外籍人士 潛水教練募集立刻游上前去制止 他摸完之後 我有過去用英文跟他們說 在台灣是不可以摸海龜的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到 影片拍攝地點 小琉球花瓶沿海域 海水清澈見底 遊客在岸邊就可以看到 海龜在水中的身影 就是這樣 看我不是摸花 他們往來摸啊 你還是要摸錢啊 他們會 對啊 因為你們有跟他改時 安全距離 導遊介紹生態時 一定會提醒遊客 不要碰觸海龜以免受罰 潛水教練帶團下水浮潛時 也會耳提面命 應該都宣導 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啊 而且教練都有講啊 你知道海龜不能摸嗎 我知道啊 知道啊 你知道要匯罰多少錢嗎 最高30萬 儘管重罰 碰觸海龜的個案 還是層出不窮 這四名遊客 只要被查出身份 因為違法過程 全都錄 30萬元罰單 也只能乖乖收下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 也只要用來看